其實我剛剛都確認過了 在檢察官那邊就 了案了 他判定不起訴 第一個他有精神障礙 第二個他言語 不構成什麼威脅 你調我們去了嗎 他三番四次來我們店裡鬧耶 三番四次進來我們店裡耶 說他四海幫跟誰的耶 我真不懂現在的法律 我真不懂 殺人 可以叫化 媽 今天又一個 那臭你媽的嘰嘰 人 我在講 政府保障人民 自由 財產生命安全 我們這個政府爛就算了 我們做生意完全沒有保障就算了 現在連黑道 都可以假裝精神病 或是說一些地痞 一些混混 一些人不正經的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騷擾我們正當做生意的人 政府啊 議員立委啊 那台灣大家都會當流氓好不好 保障神經病 保障流氓 保障地痞 正常人該死 正常繳稅 遵守法律的人都該死 不遵守法律的人就是有病的人 所以我們要原諒他 予以不起訴 就已經很著寒 這什麼社會 這什麼社會啊 這什麼社會的 這一什麼世界啊 好